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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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先进步键往下拉 拉到这里 我看一下 但是到这个位置没有到下来 没有下来 到此到这里 我们再给他说话 好大概在这里 然后下面这个面柱还是再多了 所以选择环境选择连条线 然后给他按提布法线往上拉 下面是不是这样的应该差不多的 还给这一年的边 这是留下 好先从这里开始 这样打线 吃两条不要了 这边其实也得也得把它弄掉 要不然不好处理了 你打线掉吃两条不要了 看在下面就不均匀了 所以这两条还得把它弄掉 好 他到这里 这位是打线 这里一属 这边一属掉 那这边 这边一属掉 好 其他位置都是这样说 好 记得把这边 也给它一属掉 这边也给它一属掉 可以利用一个相似选择看一下 你要把它一属掉 然后下面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圆形的 分度比较均匀 我们给个 Normous平滑看一下 还行啊 效果还行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 噢 鼓起来了 这位置它在鼓起来的 有一点点的弧度 鼓起来了 那么我们出凹的去都不对了 所以 好 这位置稍微 往下拉一点 让它稍微鼓起来一点点 好 这里再连的边 再按照提部法键往上拉 让它形成一点点弧度啊 鼓起来的弧度 好 好 现在它就有了一定的弧度了 好吧 还可以晒鼓起来一些啊 那边 再往上拉一点 这个顶点可以晒往上拉一点 好 让它这个弧度更明显一些 OK 好 你要到上面这里啊 上面这里好像又搞错了 那这个位置是平的啊 直到这里啊 所以在这里连的边 好 大概连到这里 这次留下 然后给它写一个角 OK 选边这边 利用个相似选择 给它写平起来 再减选 再减选 再利用个几步法线把它往上拉 好 上面做平起来的话呢 就选择这两个边 利用个相似选择 把它搭线掉 搭线掉之后呢 再把这条 跟这条 跟这条 选择 相似选择 嗯 怎么多选了一条呢 好 先不管了啊 相似选择 嗯 嗯 按更多对个建议出调 最后选择里面的边界 按更多建造的面 扩大扩大 扩大 扩大 三出调啊 好 那么就得到这个样子啊 我们 在中间全是这边 这边再给它移出调吧 这边 这边 这边也给它移出调 那边啊 隔一选一 这是留下 这边 在环境选择 选择 这个环啊 选择 选择 那边去 再给它设置留下 再环 待 exhibited 好,上面就是一个平的,但是这个位置就更明显了,所以选择这个顶点。 这边卡的太紧了,所以往上拉一点,要把这条移植掉,或者环境选择搭线掉。 然后再选择这个顶点,利用一个相似选择,让它留下,让它有一个平缓构度的效果。 到这里有个无解的一个边,我们这个边也得把它做出来。 那么在这里,环境选择连着边,往下压。 好。 然后呢,再选择这些顶点,选择这些顶点,给它用一束打平一下。 上面的顶点也给它用一束打平一下。 你要选择这里的顶点。 我看一下。 这边,太连的边。 它那个有多大?一点点。一点点。 那么这个,环境选择,按更多建签的面。 给它倒角一下。 倒角。 好。 这里按几步跑线。 好。 让它高级一点点。 。 0.3左右。 这里就直接给个1吧。 好。 看一下,它这个骨结好像还不够。 多的话呢,选择下面这个顶点。 好。 好。 这就是差不多了。 好。 。 然后,到这个位置。 这边。 稍微往上拉一点。 好。 其实,它凹进去没那么明显了。 可以测试留下。 再往下一点点。 好。 。 或者直接给它写个角。 调量给个0.5。 0.3左右。 好。 调小一下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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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